你有没有觉得《速度与激情》系列 就像一本外国的水浒传 整个故事体系与水浒传不谋而合 这里列举四个审视点 一 前期都有独立成章的人物列传 在《速度与激情》一里 唐老大就已经是几个飞车党的大哥了 暗地里干点类似于《自取生成钢》 这类的步伐勾当 布莱恩是个打入敌人内部的警方人员 也喜欢飙车 两人兴趣相投 就像《水浒传》里 一帮英雄喜欢武枪弄棒称兄道弟一样 只不过这里将武枪弄棒换成了飙车 果不其然 结尾上演了一出送公私放朝天王的好戏 第二集到第四集可以放在一起说 虽然这几部的电影质量层次 风格不同 但更像是《水浒传》剧意之前 每个人的独立小传 比如斗逼快嘴 罗曼皮尔斯 地下黑客 泰迪帕克 日本赛车手 韩 独销手下的美女杀手 吉塞尔 不停斗嘴的墨西哥兄弟 故事体系围绕着唐老大和布莱恩双合完成 情节中加入了几位相关人物的故事 其中有官有名 有紧有匪 无论花样多少 最后都因意气相投 或由恩于自己 而纷纷加入双合阵营 系列发展至此 就像《水浒传》中 跟在人物未上凉三之前的情节 有的火爆 有的闷烧 但终究还是地方势力 比如第四集 就跟攻打朱家庄的格局差不多 第二个审视点 江湖巨翼的巅峰 速度以及勤武是整套系列的巅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开局就是街法场的故事 随后各路英雄大巨翼 好比水浒传前70回合的七星巨翼 白龙庙英雄小巨翼 甚至最后的英雄排名作词 凡是涉及到巨翼的内容 是最好看 第五集在巨翼的基础上 又加入了各路英雄 会合后的第一场战斗 格局也是前世纪没有达到的 从地方势力 上升为攻打周城府县 与官府作对 加之巨翼后 各路英雄大显神通 破坏力自然不同凡向 速度与激情 与水浒传的第三个神势点 越来越强悍的团队作战 从数六开始 老队员来地死而复生 这个系列的主要角色 就再也没有增加过 却像水浒传后30回合那样 开始了战斗性与非战斗性解缘 第六集 最亮眼的吉塞尔死亡 彩蛋中韩被德卡特消灭了 直到第七集 布莱恩的离去 巨翼之后的故事 开始出现火爆战斗中的英雄落幕 受招安后 故事的味道就变了 有着朝廷的支持 故事当然可以越做越大 专业设备和各类名车 要什么有什么 他们的对手 也是和他们以前 同样身份的飙车党 就好比水浒传中的芳辣 本片可以看作是第五集的延续 与之不同的是 没有了之前首次剧一时的激动感觉 而主员开始阵亡 就像30回合那样 场面各种好看 气色宏大 比前几集格局都大 但缺少了传奇色彩 也就是前四集 积累起来的人物铺垫 在第五集首次剧首次的那种兴奋感 在第六集时 却因为队友的死亡多了许多悲壮的神色 第七部更引保罗的陨落而令人唏嘘 《水浒传》之所以被称为奇书 抛开其中的内涵和思想性 这个故事体系也相当牛逼 几个人物小额局开场 越做越大 越来越多的英雄上凉山 直到最后巨异 这是非常经典的模式 《速度与激情》与其非常相似 整个系列如果从第一集一直看到现在 就能体会到这种模式的经典程度了 《速度与激情》与《水浒传》的第四个神识点 《圣极必衰》居安律患 到了《速度与激情》第八部 刺激场面依旧火爆 本片的登场角色是系列之罪 虽然少了已故的保罗 和饰演妻子的米亚两位演员 但连缺席两座的墨西哥兄弟也都找回来了 另外除了德卡特萧的路火 欧文萧在结尾也闪亮登场 唐老大的叛变是一个新噱头 但当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出来的时候 看过预告片的观众 大概都能猜到其中的无间道 由此联想起了《水浒传》中 《水浒传》之后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简单而言就是《两破铜冠》 《三败高球》和《曾芳娜》的故事 《两破铜冠》加《三败高球》之所以好看 是因为这是《梁山》《俱义》之后 第一场与官方的正面重处 而且《大圣》气势极高 可等同于《速武》 《曾芳娜》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大量好汉战士 《悲凉》是英雄的网歌 可等同于《速七》中的布莱恩的离去 那么《士气》加网歌之后 《水浒传》也就结束了 那么《速度与激情》的未来更如何是好 从目前来看 《速八》这么火爆 未来沿着这种模式发展 依然还会招揽大批观众 《速度与激情》的套路 基本就是一言不合就飙车 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场飙车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飙两场